大家好 5月7日星期二 又有政府高官 出來獎者兩元車費優惠檢討 這次是勞福局局長孫玉咸 他最近上了電視台接受訪問 當中兩元車費優惠檢討 發表了一番言論 當中他用了兩個字眼 令到我耳朵特別有反應 叮一聲,然後叮叮第二聲 有兩個字眼令我很有反應 哪兩個字眼呢? 第一個是得正 第二個是盡可能 不過雖然說有兩個字眼 在訪問中有兩個字眼令到我很有反應 但是反應是很不同的 聽到得正的時候我是開心 但是聽到盡可能我就有點擔心 今晚就詳細和大家說一下我的看法 先說局長孫玉咸上電視台的時候說了什麼 他說長者兩元車費優惠 這個計劃是得正 自從計劃推出以來 大大便利長者出行 出行不僅是為了工作或探朋友 對於精神健康 身心健康都很重要 那孫玉咸用得正來形容長者兩元車費優惠 我是百分百贊成 事實上我在做YouTube這個平台 拍片講這個題目的時候都說了很多次 這個政策是令到市民最有幸福感的一項政策 不過我贊成孫玉咸說這個是得正 不過我覺得孫玉咸說了另一件事 這個不單止是特區政府的得正 亦都是特區政府唯一一項 在現在社會裏面 是可以得到全社會公認 沒有什麼爭議 普遍都認同的得正 即是他不是很多得正裏面的其中一項得正 而是被視為 其實我覺得在社會裏面被視為 是特區政府絕無僅有唯一的得正 即是普遍是得得公認 因為其他的政策可能你覺得得正 他不覺得是得正 有得爭議 但是長者兩元車費優惠這件事 是普遍全社會都認為是一個得正 所以這件事就很不同 即是其中一項和絕無僅有的唯一一項 正正亦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特區政府如果你說要做檢討 今年內完成的檢討 就真的要好好地從長計議 事實上你說他是絕無僅有唯一的得正 我認為真是當之無愧 本來有另一項 我都覺得全社會都可以公認為之得正 那樣是公屋 但是公屋是以前殖民地政府流下來的 二來就是不是人人有份 如果特區政府都可以做到 即是想有的就一人一公屋 那就不同了 可以解決了市民的居住問題 只要你想政府就提供公屋比例 一人一間 如果他可以做到這樣 我都相信他跟長者兩元車費一樣 是全社會可以公認你得正 政府是不是可以努力朝這個方向去做一下 不過這個給長者兩元車費津貼 我相信是更加難度更加高 看看特區政府的魄力 我們不拭目以待 這件事就是講得正 另一個他的字眼 另一個我說在訪問中用到的字眼 令我覺得是耳朵有反應 就是盡可能 那孫玉恒怎麼說呢 他說針對現在這個車費的檢討 他說現行的受惠年齡盡可能不要更改 受惠的範圍也盡可能不要改變 因為大家已經習慣 又重新無論如何都不會取消計劃 他說盡可能不改變 我聽了之後 我對那句受惠範圍盡可能不要變化 這句反應就是一般 但是對現行受惠年齡盡可能不要更改 我對這句是有反應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之前說的版本 和陳茂波的口徑是完全不同 大家知道 獎者兩元車費優惠的檢討 這個引起關注 就是始於去年的事 當時有些建制派的成員 包括行會議員出來說 令大家覺得 咦?難道有變化? 因為行會成員說 那個好像無底心談一樣 很多很多錢 尤其是將優惠由65歲降到60歲 受影響的範圍 即60歲的長者都可以有兩元車費優惠 令到政府支出很多 去年就開始是行會成員先講 已經引起了社會一些關注 誰知道去到今年年初的時候 陳茂波在宣讀他的預算案的時候 正式更上層樓 將這個議題正式表示政府要檢討 今年內完成 但是陳茂波在預算案的文本裡面 當他在立法會宣讀的預算案的時候 他說檢討兩元車費優惠這個計劃的時候 一定不會取消 他本來作出這樣的承諾 但是到了翌日 他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他再補多一句 在記者會再補多一句 除了這個計劃我們現在檢討 不過我們一定不會取消之外 我們也不會將受惠年齡去改變 即是會維持60歲就可以受惠兩元車費優惠 這件事是當年林鄭做特首的時候 據問當時政府官員是有人反對的 內部就覺得那個開始太大 但最後林鄭也做了 而結果這個措施也是 坦白說事實上是令市民 尤其是長者 受惠都是引起掌聲的 所以當陳茂波一說檢討的時候 大家就會擔心 會不會將受惠年紀又回到65歲 即不是60歲有 所以陳茂波在預算案公佈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最先是否有這個想法 所以他在文本上是沒有說不改受惠年紀 他只是說不會取消這個計劃 但是可能就是正正他沒有說到 在預算案的文本上 引起大家的議論紛紛 很擔心會不會受惠年紀會有改動 每天陳茂波就派定心院 就說即使檢討 但他也不會改受惠年紀 他是這樣說的 但是現在孫玉涵說什麼呢 孫玉涵說 現行受惠年齡盡可能不要更改 盡可能而已 那即是否一定不會更改 但陳茂波當日的版本是一定不會更改 那怎樣 本本不一 那是改還是不改 那這件事也真的要奉勸特區政府 正如我剛才說 這個兩元的社費優惠的政策 是政府的得正 而且是絕無僅有 唯一一行的令市民是普遍認同的得正 令市民感覺最有幸福感 這件事真的不是誇張 人一般都是怕老的 不只是女士 男士都一樣 但是我身邊都真的聽過 有不少朋友曾經說過 即是快要登錄了 快要60歲 人都不喜歡自己老的 正常來說一般 就算不是宣知於口 心裡多多少少都是難免有些坦聽 但是這些快要登錄的朋友說什麼 就說由於60歲就開始有兩元車費優惠的得正 所以對於連華的世俱將要踏入長者年紀 這些現在叫初老年 都好像多了少少安慰 好像沒有那麼慘淡 會覺得其實60歲登錄都有好處 起碼在香港也有兩元車費優惠 所以安慰了很多連華老去 步入這個所謂初老年的人士 所以這個政策是好的 所以這件事 當孫玉霞盡可能和陳茂波那一刻 一定不會改受惠年紀 所以我就覺得一聽過之後就有些擔心 所以我就想提回政府 陳茂波說過這件事 不要出耳反耳 不要令市民覺得政府說過的東西不算數 誠信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件事希望政府就留意 那孫玉霞在那個訪問裡面 當然也被人問到會不會將 即在檢討的時候 會不會將優惠的使用次數設限 或者將津貼的額設限 他都是沒有正面回答的 因為社會上其實現在對於如何檢討 這個兩元車費優惠 不外乎就說 不要每次兩元 例如有些議員曾經提過 每次四元五元 也有人說限制他每個月用的次數 也有提過限制他使用的金額 即他換了多少錢 封頂不能再用 當然也有個別提過 我記得在這個節目當中和大家說 就說不如設限 不過是一筆過現金 就給了受惠的獎者 這些意見各式各樣都有 在訪問裡面 孫玉咸被特別問及 會不會就優惠的使用次數和津貼 津貼客設限的時候 他都沒有正面回答 他就說 要聽聽外界的意見 而原則就是 不應該減低長者出行的意欲 不要令他們麻煩 要讓公帑用得更好 不過都要以實證為本 不要令長者麻煩 不要減低長者出行意欲 我覺得這件事 希望他真的順手承諾 可以做到這件事 不過當孫玉咸說完 他星期日受訪 他說完這番說話的時候 星期一昨天 《信報》有篇文章 說了政府一些看法 《信報》政治專欄余錦然 引述 有金鐘天馬中人 即是政府消息人士 對《信報》說 他說現在本港經濟欠佳 如果向弱勢開刀 如果向社會弱勢開刀 大幅削減優惠 或者會引來民怨 得不償失 預料完成檢討之後 只能夠稍作微調 政府也看到那種得不償失 希望他真的 記住這四個字 千萬不要做了檢討 令到得不償失 跟著《信報》如錦然的專欄 後面也提到 據悉 政府內部也有聲音指出 公共交通營運商 生意受惠於兩元優惠 甚至因為長車短搭 得到的補貼額 就撤出了合理的比例 因此營運商應該承擔開支 如果你看回《信報》這個版本 即是現在放風說什麼 就是政府可能檢討 兩元車費優惠的時候 不是向受惠的對象 即是長者、傷殘人士去開刀 而是向公共服務的營運商開刀 如果你看回《信報》這個版本 就有這樣的說法 《信報》這個報道裡面 也問了一些議員的反應 有支持有反對 在《信報》這篇文章裡面 它就說 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表示 不應該由企業為福利開支埋單 長車短搭雖然令到巴士公司 可以獲得額外的收益 但是每年巴士路線的營運開支上漲 補貼變相延換了這個加價壓力 如果計劃的計法改變 令到補貼有所削減 巴士公司的負擔增加 最終成本就說會反映在一般乘客的車費上 至於加裝拍咳機 他這個易志明就說 要求長者拍咳兩次 會增加停車的等候時間 影響交通實施有難度 很明顯 易志明就是反對這個做法 不應該向這個公共交通營運商去開刀 另一位議員的看法手勢不同 順報這篇文章也訪問了一位叫做梁文廣的議員 他就說 如果政府不打算就優惠金額 和使用次數上限做較大幅度的調整 壓縮補貼開支是唯一的出路 只有解決巴士長車短搭的問題 不過現在缺乏量化的數據 他建議當局先研究哪些路線和時段長車短搭最嚴重 而且估算涉及的金額 再考慮增加拍咳機分段收費 或者響應減少對巴士公司的補貼額 他這個議員某程度上好像是支持這個方向 支持政府向交通營運商開刀的方向 不過他認為首先要多些數據才可以做一個判斷 我自己覺得如果政府覺得長車短搭是一個 令到這個長車兩元車費優惠的幅度大幅增加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重要的原因 所以他要處理長車短搭的問題 而向某程度從這個怎樣在交通營運商那方面 覺得他們應該要承擔定的責任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可以進一步去研究 不過看了《信報》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對於這個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的反對理據 我就非常不以為言 剛才他這樣說 他說不應該由企業為福利開支埋單 因為這個長車短搭 雖然令到巴士公司可以獲得額外收益 但是都舒緩了加介壓力 他這樣說 我就覺得他這個說法 就是相當混淆視聽 首先 現在整個安排 即使如果根據現在好像《信報》這個報道 向這個公共交通營運商開刀 就絕對不是要這些企業為福利開支埋單 不要搞錯 因為 長車短搭現在為什麼出現問題 就是說 明明長者是搭短程的 但是上了一輛長途的車 所以就給多了車費 所謂長車短搭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 楊仁明要搞清楚 現在是 如果因應《信報》這個報道 現在要處理的什麼問題 就是有些 不應該入了巴士公司袋的錢 那些是公帑 市民的錢 都入了巴士公司的袋裡 其實現在是想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他講到說這些是企業為福利開支埋單 甚至說這些是巴士公司的額外收益 就是他形容為額外收益 我就覺得這個字眼是太可圈可點 某程度算不算是一些語言藝術 就是虛偽個偽 因為那些根本不應該是你的收益 你怎麼可以說是額外收益 那些不是你的錢 不是你的收益 舉個例子 現在如果有人坐巴士 留下了銀包 另一個乘客撿到 你巴士公司會不會說 那些是你撿到乘客的額外收入 你就代了它 你可不可以說 那些是如果那個乘客撿到之後 真的好了 我撿到這個荷包裡面 有幾百元 千多二千元或者怎樣 就解決了我嚴微之急 那我就可以不用去打劫了 不用去影響香港的治安 有助香港的治安問題 少了個劫匪 你可不可以這樣說 你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現在這個說法的時候 實際上巴士公司 當有乘客撿到另一個乘客的錢包的時候 巴士公司都會勸乘客 或者呼籲乘客 當然是要路不實惟 這個是 小時候就開始要 香港小朋友 你小時候都會教他路不實惟 是不是 同樣在公共交通 你撿了錢 手機各樣 你都應該覺得他應該交出來 給警方或者交通的營運商 希望他可以物歸原主 你看新聞都曾經看過 有人撿了 比如撿了手機 那些如果他自己據為己有 實惠不報是隨時 罵上法庭的 因為香港有一條 盜竊者條例 都曾經有案例 發現有人撿了手機 據為己有 誰知道就被警察找上門 因為就說違反了這個盜竊罪條例 根據盜竊罪條例 任何人不誠實地 挪用屬於另一人的財產 意圖永久地剝奪該另一人的財產 即屬犯盜竊罪 據為己有是否犯法 這個最後可能每一個個案 上了法庭 就有不同的 看你怎樣爭辯 但是那個原則就是 實惠不報 是隨時 就是觸犯了刑事罪 所以 你這位議員 怎麼可以說 明明一下長車短搭 你拿了些不應該屬於你的錢 而你會覺得那些是你的額外開支 還可以去補貼加價壓力 我覺得這個邏輯有些混淆視聽 非常之是不同意 我覺得 跟著他亦都提到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那個加裝拍咳機 葉永明就說要求長者拍咳兩次 會增加停車等候時間 影響交通實施有難度 我覺得邏輯亦有問題 如果你說 為了避免長車短搭 加裝拍咳機 上車又要拍咳 下車又要拍咳 你就說這樣 會增加停車等候時間 影響交通 就所以不做 那是不是就是說 現在長者 他的行動遲緩慢一點 或者有些行動不便 他上車會慢一點 甚至有些輪椅的人士 可以上到巴士 他一定會慢一點 所以 就不應該被這些人搭車 因為會停車等候時間多了 影響交通 是不是這樣 當然不是 這些在香港來說 我覺得 以我們這個城市來說 是應有之義 現在巴士公司 或者是地鐵 或者是其他公共交通 可以做到 大家都會盡量 就是令到 怎樣去方便他們 怎樣方便 雙殘人士 或者是長者 去坐車 即使用多攪多的時間 所以在邏輯上 我覺得都是混牛視聽 這個邏輯是絕對不應該的 沒錯 如果你加裝拍攪機 上車又拍攪 下車又拍攪 是有些技術的問題 因為現在 以巴士為例 長車短乘 主要說巴士 因為地鐵本身已經是分途 即是長車短乘 說巴士的時候 我們現在坐巴士 你上車是一道門 即是司機 巴士的前面 有司機看著你拍攪 但你下車的時候 通常就是在巴士中間那道門 那裡 司機又看不到 也沒有拍攪機 你說全部都裝拍攪機 因為影響 可能是很多其他乘客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它是有技術上的難度 但是問題就是 有難度不代表 沒有什麼可以做 有難度 大家現在去談 如果有一個困難 我們應該怎樣解決這些技術問題 解決到還是解決不到 應該是這樣想的 而不是一開始就說 你這樣就會增加上路車時間 於是影響交通 這樣去了那個邏輯 那個邏輯 我也是不合理的 正確來說 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困難 怎樣去克服這個技術性的困難 克服到還是克服不到 研究之後才有個結論 然後如果這樣不行 又可以怎樣去處理到這個問題 其實應該是這樣的方向 不是一句下來 等車時間多了 影響交通 就不做了 不應該是這個態度 所以我絕對不認同 這位議員的觀點 說到最後 始終拿得 現在政府既然在預算案 提了這個議題出來 不一定會要檢討 根據官員的說法 會在今年內完成 但我希望政府保持著 自己曾經說過的承諾 說這個優惠是不會取消 受惠年齡不會減少 而這個孫玉涵局長 這兩天出來說 亦都說他盡量會做到 不會麻煩到長者 不會令到長者減少出行 始終這個是德政 而且是現行政府 絕無僅有 全社會普遍供應的德政 希望你真是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政策 可以受到市民普遍的歡迎 沒有多少項是這樣的 所以千萬不要做一些事 導致德不償失 這個是政府在做這個檢討的時候 一定要在腦袋裡面 一再提醒自己 三度提醒自己 不要德不償失 我今晚跟大家在這裡的分享 就談到這裡了 拜拜